台湾早年街头巷尾都看得到干妈店 专卖柴米油盐等物品 跟民众生活是息息相关 因为时代变迁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干妈店 为了让学生更了解早年生活 大理屠城国小最近就举办了一场 古早干妈店特展 展出台湾的饮料临时铜碗等等各种古早味 要带大家进入旧时光 诉说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光阴故事 差别在哪里 硬的 收藏者向师生介绍其屡做成的牙膏 还有各种品牌的香皂 让小朋友惊呼连连 屠城国小最近就举办这一场 古早味干妈店特展 带小朋友们一起体会早年生活 有看到这些人吗 今天看到这些人吗 今天看到这些人吗 每个月 很稀奇 觉得好玩 好玩 类似干妈店的主题里面 他们会有哪些的基本款的东西 对原则上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给小朋友重点是要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传承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希望他们珍惜当下 家里有的东西或是说有些东西 其实可以保存的 不要任意觉得说要玩机丢 学校表示这次特展除了展出各种台湾饮料 零食筒万等等各种古早味 还有手摇式电话机 创冰机和收音机 每样都相当的珍贵 也代表现代生活的进步与转变 让师生们是嘖嘖称奇 因为什么最好奇 收音机 为什么 因为收音机可以 可以它的车是日本制造 然后又蛮大的 因为这个棒车传没用过 很新奇 从第二号地的原生是没有什么 是用经过那个接播转接的 是完全没有拨号的嘛 那那个时代都是人力人工嘛 一定要转人去帮你接种机 那家里有电话的其实也没有几家 比如说我家有电话 可能我的这一岭或这一区啊 全部都是怎样 都是要由我来掌控 对啊 栽放 台湾早年街头上位可以看到的 咖啡店 专卖 柴米 油盐等物品 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虽然现代因为时代边迁 已经很少看到 不过透过特展也让师生们更了解 这段属于台湾人的共同历史记忆 接下来是风台中产报道